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一直在做一些創新 我們上一個創新,我大概警戒一下,花個三分鐘,警戒一下 團隊是大學的時候就在做POMOS的談判,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有出了台灣第一本的POMOS成型設計 然後還有出了這個POM的實際上有怎麼使用 後來我們網路泡沫化之後,我們一段時間是做SRI 可是因為我們還是不斷在研發東西 我們大概在前幾年研發了一個東西,像MAKE UP 去那 就是你頭拍來這邊,就可以幫你化妝 那我也可以給你看一下,實際上面我們做出來的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這是全世界第一個被化妝 這個殼把它拿起來之後,裡面是機械手臂 然後透過RealSense,然後去Cash到你的臉的特徵點 嗯,就一個深度攝影機,然後去把你的臉機去建模樣化 對,就抓到七八個特徵點之後,然後透過機械手臂 然後幫你噴這個狀態 簡單講,就是把美肚秀秀把它遛讓你死 那這是我們上一個在做的這個案子 那可是實際上面,因為雖然我們一直在做研發 可是畢竟我自己是小公司 那我們的資本也沒有很窮口 所以後來我們就Cash out Cash out之後這個連Pattern都已經全部賣掉了 對,所以我們當然這個案子就 短期之內就沒有在做任何的動作 那我跟李商堂老師,之前在歐羅波的台灣區的總經理 也是之前這個洛湖大利NDC的這個大總化區的負責 因為他是我老師,他跟我講說 那Kevin你自己在做研發 那你自己要做汽車 因為我家裡面是開這個秀車出身 他就說,那你有沒有想過把這個汽車來做一些Digital訊息 所以我們才做的這個大概上次有給你們這個資料 Carpose 對,那Carpose我大概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包含我上次跟你們報告的就是 之前我們看在新聞上面有講說 其實Lemon card的這個資料是有必要的 因為會騙的人生太多 因為買車其實就兩個痛 一個痛呢 就是怕買到你的事故 你的砲手 他也怕買棍 另外一個痛呢 就是怕你買了車子之後 因為有些人買了手車 他不曉得接下來要去哪邊保養 甚至是車子的保固 其實就是這兩個道路 保養保固的這兩個道路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一個 這個給我 對 這個給我就是Tarpose的 然後 然後 我們Carpose現在就是一個 汽車的平台 那 整個上中下有一條龍 就是之前給你看 那我們未來當然是希望能夠 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之外 那我們把國外的車 透過Carpose透明化 就是Transparent 然後Taspers 還有Saving 讓消費者能夠更好的這個服務 還有這個體驗 那當然如果成功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複製到 東南亞其他國家 可是這會有幾個問題 當然 它不只能解決 我們中間 層層剝削的問題 這個是容易 對 因為我們透過系統 是容易 那 跟金流 還有律師事務所這邊 還有包含平台維修 這邊都是現有的 可是有一塊 就是 國外都有 台灣沒有的 一個是汽車綠地 另外一個是建架室的制度 對 這兩個是 其實這兩個是KIMON 可是台灣都沒有 台灣當然有建架室 對啊 有建架室 有 台灣的建架室是民間辦 所以呢 所以其實是沒有guarantee 你說它有公信力 它沒有公信力 OK 那一般來講 我自己本身 除了 除了這個律師的license 我還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建架室的license 還有一些保險的license 那 其他的行業是這樣 譬如說做房屋中介 你要開房屋中介 你一定要有license 你要有經紀人執照 嗯 那你要做 其他 譬如說你要開餐廳 你也要有 舒適的徵照 那做很多都是要有license 甚至 最難賣的三樣東西 房屋 汽車 跟保險 嗯 除了汽車之外 其他一樣都要license 沒有 台灣現在為什麼 我自己是汽車公會 汽車協會 還有 汽車建架協會的 理事或是常務理事 或是民主長 我們車商大家在討論 為什麼 大家買了車子之後 那買到問題的車 這個車商 他沒有受到任何的punishment 所以他還是一樣 他賣了有問題的車子給客戶之後 嗯 就算客戶confront他 就算他被告 他也沒他 嗯 因為他沒有這個license的制度 嗯 譬如說假設你是房屋總結公司 你如果說你賣了有問題的房子 或是你的服務很差 那你可能你的license 都會被懲除 你的license會被拔掉 那你就沒辦法再重置這個行業 所以這會有預約之力 那現在二手車這個行業 甚至是辛苦車這個行業 因為沒有這個預約之力 所以現在還是有很多在新聞旁邊看到 買到比如說有問題的車 甚至是在網路上 一大堆這種汽車的這個詐欺 新古車是什麼意思 新古車就是 我們二手車有一些車子是 一年內的車 嗯 那他其實工作好像很傻 嗯 或者是新車 他丟到我們二手車市上買 譬如說他 有 他譬如說他的這個試乘車 他試乘車不肯當新車賣 那或者是他的這個展示車 又或者是他們所謂的衝業級的車 嗯 譬如說 我中華兵士 對德國的中公司 我一年Promise 你我要賣到一千輛 那一千輛你會給我一千萬的獎金 嗯 那可是 最後就差那麼幾台 差那麼幾台 我乾脆是自己 臉牌臨下 嗯 可是他已經領過牌了 譬如說 我的車子本來 是 單位你買 嗯 那當然是 你是第一手 那就先領到 我們中華兵士的 某一位 我開這位副總的 這樣 那其實你在買你就會第二手 這其實是新的 這種就是 完全沒開過 對 甚至是開過一點點 對對對 那就會叫做 幸福之類 那這種真的很划算 那我們在做這個 business 的時候 嗯 嗯 因為這一個是完全跟我所學 還有我們大學時候就開科技公司 嗯 我們是可以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嗯 因為我的這個科技公司 我們做產檢公會的這案子 做了差不多十七年 嗯 產檢公會的所有的產檢業務員的考試 嗯 整個系統都是我們在放在樹架構 是 所以我們對於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 嗯 台灣民間的建價值的制度 對 能夠讓 國家這邊 嗯 來接手來辦 甚至是 國家LANK 然後 由我們來辦 我覺得這都是一款大突破 嗯 尤其是我剛剛所講的 你看賣房子 嗯 房子 然後第二高價的是車子 對 車子這麼高價的東西 居然沒有預約之力 嗯 所以我們會認為這個 是不是 呃 可以透過這個 台灣民間這邊能夠跟一些建議 怎麼樣 你都跟政府單位來對接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中華民國汽車建價協會的 常務理事 我們的理事長 歷任的理事長 都在努力想要把這個建價師的考試 能夠國家化 所以交通路的態度是怎樣 其實是這樣子 嗯 因為二手車這個行業 它的起源大概不是 不是秀車的 嗯 就是 就是長的現狀 嗯 所以他們也只是立門造句 在這邊說 啊我們要能夠努力的 跟政府對接啊 吃飯的時候 那吃完飯之後 啊那 貼本交給你了 然後就說 請我來這邊來做 這方面的一個協助 可是 很判斷的是 因為我自己公會了 是 所以我也一直沒有機會 所以你們目前還沒有 就是具體跟交通部 談過這件事情 對 可是因為我問了 也有問了立法委員 是 也有 當然這個事情 這其實 政府的話 一般我們就是先從立法委員 開始 開始了解習 對 那他是講說 嗯 你這個就是先 請這個 因為要參學合作 對 他說先找喜歡的教授 可能由教授來先寫一個這個 可行性分析 對 然後再送到 中央這邊來 然後再來 好這個流程 那當然 因為中央這邊其實 對我們二手車這個行業 因為二手車畢竟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產值 確實是不像 電子業啊 或者是建築業還很高 所以 priority 一直是 還在比較 後面 所以我們的澄清效果是 有限的 可是我相信 這是 未來一定要走的 就是我們要 跟國外 對接的話 汽車電架式的license 還有汽車旅行 對 這個絕對是 有人要做的 那目前在台灣 其實 沒有人要做這一塊 嗯 台灣其實 所有的二手車 大家都知道這很重要 嗯 像台北市汽車協會的 王一川 王一市長 對 也是講說 然後 Kevin 汽車旅行太重要 如果你願意做 那就非常好 我一定覺得你支持你 甚至是 投資你 因為沒有人要做 嗯 可是 我自己本身 有自己的公司 在經營 對 那不過 最近這段期間 最近這幾個月 因為我的card post 已經 上線了 那我覺得 我開始有一些時間來 那我剛好也是 遇到 那我業能這邊 所以我想說 我要來 努力往這趟向 來開始動作 OK 所以 我先理清幾件事情 好 一個是說 中古車買賣 他剛剛有一個定型化 契約嘛 對 那之前我們在處理 营夢車題目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商業司 跟教授部的朋友 來一起去把這個契約 以及一些印記載 不得記載 事實上等等這些 去加以 加以把它變好 對 但是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這可能只是 其中冰山一角 只是其中一個小部分 那你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即使他還沒壞 你也應該要建立他日常的一個履歷 是不是 就是說 就不是等他壞了再來 再來檢討那個買賣契約 或中古車的契約 哪裡有問題 而是說 在他沒壞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怎麼轉手啊 在每一手 用了幾公里啊 然後他檢查保養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 其實國外的 國外有一個叫做 哈菲斯 國外的類似的服務非常多 對 哈菲斯 AutoCheck AutoDNA 是 然後雷門Chex 他的這個 包含的資料就是 過戶資料 然後里程 還有事故紀錄 出險紀錄 維修紀錄 是 以及 這個車輛造作紀錄 其實這個RAQ 我們現在 想要開始好好的做 其中另外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區塊鏈 嗯 區塊鏈現在 每一個產業都希望 公用區塊鏈的 方式 所以我同事 Kai他在這個 區塊鏈 怎麼樣把這個 大家能夠把車子的資料 擺到網路上 嗯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 那其實 我光講其實自發性的就夠了 對 自發性就夠了 因為 譬如說桃園 你自己有車子 你想要你的車子 將來買比較好家 嗯 那你就開始把你的資料 登陸上去 登陸上去 那將來很有趣的就是 有登陸 車子資料 在 在這個 騎車路里上面的人 的車 賣的價錢肯定會比 沒有實在 這很合理 嗯 一個是 Eurex 對 那大家就會變得 有這樣的習慣 OK 所以想必你們想要用 供鍊嗎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如果是私鍊的話 你視線就要知道這些人 那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 那供鍊你們現在也有特別喜歡哪一個嗎 台灣用以太方的人是最多的 但是看大家 我們也是以太方 對嘛 那所以可能最簡單的就是 你用以太方上面 甚至還用不到智能合約 你就把基本資料登陸上去 那你們要登陸的都是公開資料 還是有某些是希望只有最後 就是做機查的人看的 就是說有個人資料嗎 就是有比較 Private Data 還是都是Public Data 都是Public Data 都是Public Data 那這樣你們技術上面有難度啊 是 沒有 可是剛剛我也有提到 關於智能合約這一塊 因為在CarPost 其實我們除了前面看得到的 汽車沒能動 還有後面的 未來的第三方 輔助服務業的一個串接 是的 對 那那個部分可能未來 會在帳戶系統上面 會有一些 譬如說我們會有抽成 我們跟保險業能做 我們跟營養業能做 我們跟汽車維修業能做 我們會有一些 commission的部分 在這裡面產生 所以其實智能合約在未來 也會引進到 這個 了解了解 但是我的意思說 因為你們現在 會員什麼都沒有跨國嗎 都還是在台灣 還是在台灣 那這樣的話 我的意思說 因為台灣大家對司法 還是有一定的公信力 所以就是說 因為區塊鏈是 你用很少的錢 可以買一定的公信力 是一個 擇性的一個道具 但是當你所有的參與者 都是在同一個 jurisdiction 的時候 其實你直接用那個 就好了 你也不需要用區塊鏈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 額外的擇性的一個平台 就是說不怕你們倒 即使倒了 這個他們還可以在上面 還可以用 對 但事實上你們這邊 還是有自己的資料庫 還是有自己的合約系統 是吧 好 另外 另外 也有一個目的就是 我們還是希望未來 還是可以跟國外的 其他 對接 對接 對 國外我們就要看 Covertyco 這類型的 他們的區塊鏈公司 它之後已經成功了很多間 對 所以 但目前台灣是沒有 我們短時間也沒有 還是有計畫之間 就是 就是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櫃檸出來的 是可以 有這樣對接的一個 資料搭配 而且你們先用這種方式 在同一個 法治管轄區裡面 事隔一兩年 這樣外面該倒了 倒一倒了 想跟剩下來的合作就好 現在太多了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因為非常的混淆 對 對 對 好啊 那我覺得這個 model 是非常work 所以這樣聽起來 就是說 至少商業司這邊 你們並沒有什麼 一定要他們幫行的部分 就是現有的合約架構 其實就可以了 你們並不是說 要他改變什麼 定型企業區 去承認 承認區塊鏈 或什麼 可能沒有到這個程度嗎 對 那反而是說 你們會希望 走紅布至少 這個認真的 評估的 這個方向去走 對 好 那 其實我們也針對 就是說 推動這樣的制度以後 整個產業 它能夠有的幫助我們 其實我們寫了一些報告 那 希望就是說 之後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 給委員這邊來參考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 很想要強調 就是說 台灣的中古車產業 其實很弱勢 對 中華賓士一年賣四萬多台 河泰汽車一年賣四十幾萬台 可是最大的中古車 一年頂多賣四百台車 也就是說任何 全台灣最大的中古車商 跟中華賓士比起來 都是百倍的差距 對 跟這個河泰是千倍的差距 是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台灣有幾千家的中古車商 只要有一家 足夠大的 像國外 我們甚至說是中古車 瓜子汽車 對 瓜子汽車只要進來 台灣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就變中國了 對 就沒了 就變吃掉了 像蝦米 它進到台灣 我們還有一個PC用檔 雖然SAP撐不下去了 可是坦白說 瓜子如果進台灣 或者是什麼 金針菇 中國還有一個金針菇 中國有相當多的C2C的車子平台 但是任何一間 其中稍微有規模的 進到台灣 以他們的資金能量來說 台灣中古車 大概就是 這個產業會不見 那能夠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想除了可能做產業聯盟 還是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的SAP 出來很久了 可是其實做不到硬性的聯盟 對 我覺得剩下的事情 至少是就體質上來說 體質上來說 和體質上來說 對 能夠 能夠有一些改變 像台灣的這些中古車商 能夠本身體質好一點 OK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所謂的 我們這邊提到 裂幣驅逐良幣 因為簡單講 你現在都靠網路行銷 那網路行銷就是要砸行銷預算 那行銷預算 就是從我車子的利潤 那我車子的利潤 我如果本來就打算要騙你的 我本來就改領程 改年份 或者是我大撞泡水車 修好以後買來賣 我的利潤那麼高 我當然可以撥大量行銷預算 那就變成這個 一般的所謂城市的車商 其實非常的辛苦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過去的中國車商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繳稅 也坦白說就是大家都逃稅 那結果就是政府其實也對 中國車商的稅收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方面很頭痛 二方面可能他覺得 反正這個稅機也不大 所以就一直就放著 那其實政府雖然說 好啦有超收啦 可是還是缺錢嘛 所以我覺得 沒有沒有超收 那個是短孤啦 對啊 那個是大家預測值比都低而已 但是其實收完之後還是欠錢 還是要借過債 借少一點 是啊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這其實 是不是很大的一個稅計 可是如果能夠促使 我想大部分的中國車商 他們是願意誠實納稅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公平的納稅基礎 因為他說 比如說我是買賣業 那就是變成說 買入的價格 賣出的價格 你沒有一個公信的 計算基礎的狀況之下 你報多了國內局的官員 當然歡迎 報少了國內局的官員 也不相信 對 那就 也 逐漸顏色 可是今天不是有在推什麼 實價買賣登錄嗎 汽車的部分 對啊 二手的 好像有一些單獨的 什麼什麼 我忘記一開始是什麼 何泰還是誰先 先開始做這件事 他們有做的這個叫實價登錄 是在 一樣是在自己的 對當然啦 所有的平台 不過我們也相信這個是好的 它只是 呃 大家比較沒有看到的是 這個 二手車的 這個 市場 你要怎麼樣來解決 我剛剛所講的 那個動 你實價登錄 對你的實際價錢 是在這上面 對 沒錯 可是我剛剛所講的 第一 你要怎麼樣讓這一些 賣 有問題車子的車商 要有一個 懲戒 我理解了 就它只是比較胡蘿蔔 因為 你如果就是 真的是黑的 你就不上去登錄就是 對啊 你就不上去登錄 那如果說 今天是有一個 license 的資訊 那當然 我其他的這一些車商 也是說 哇那這樣大家還要考試 其實考試只是 一個手法 我相信 這些車商一定都考得過 只是你有 license 了之後 好 第一個這產業健全 這產業健全 那你有徵召師的制度 你師之輩的 你一定就是 還是要不斷的 吸收新的資訊 那這個產業就可以 地區做成全面型 就會往上來 第二個是 出了問題的 license 要 對 它就有副業之力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 一方面是 這個 這個證照之力 一方面 我們也不曉得說 真正要做一種 我們自己不推動 我們也沒有推動 我想幾個啦 一個就是說 以我理解 現在其實行政院這邊 跟你們沒有對接 對 在法院 在做 動產建架的情況下 尤其是地方法院 它應該會有一些 合作的 動產建架的 團體嘛 沒錯 那你如果真的是 就是沒有達到法院的 那個要求 它就不跟你去約 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至少在司法體系 它一直都有 動產股價的需求 都是跟我們 對嘛 就是跟我們做法 民國企的建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公信力 不一定完全從行政體系來 它可以從司法體系來 司法體系已經有了 它現在也沒有地方 可以幫它做一個 動產的建架 都是我們 對 它是委託你們 都是我們 對嘛 所以那這樣子 如果委託你們的話 你就可以說 只有拿你們的 證照的人 才能夠去 接法院的這些案子嗎 現在也沒有辦法 他們還是可以單獨去找 其實是這樣子 我大約簡單講一下 法院現在遇到這種 車子要建架什麼 它會發行給中華民國 汽車建架協會 中華民國建架協會的 上一任理事長是 台北這邊 然後現任的理事長 是高雄這邊 實際上面 理事長也不大管事 當然 都是秘書長 那秘書長會問一下 然後就秘書長來回喊 就這樣子 這是對法院 那一般 如果說是 民間有一些糾紛的 對 他們的這個保險公司 需要說 你這個車子 的這個價錢 現在你要證明 保險公司要賠你多少錢 你要證明你的價錢 那就是找我們這種 這樣子 那當然 我也有在做這樣的 這個是 的 charge 費用 對當然 這是有 charge 費用 那我們會幫民間做 這樣的事情 可是這種案子 第一個也不多 量不是非常大 我們不是靠這個在引力 那第二個是 對我們現在 開這個車行 實際上面在做這個行業的來講 建架式也不是必須 理解 對 像假設 假設 開任何一間 那個仲介公司 那個房屋仲介 這一間一定要有一個 類似建架式 它有進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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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因為以我的理解 只是 如果 商業司現在要把一個行業 變成一種 需要證照才能進去的 這種行業 它有准入條件的 商業司自己是絕對不會有主張的 它就是說 那個主管機關 按照法律的要求 它必須要有准入條件 那商業司就幫忙去把這個 最基礎的架構建立起來 但商業司自己不會有任何主張 說哪些東西是特許行業 哪些不是特許行業 這個都是各該主管機關自己決定 所以在你們的情況下 如果不是財政部就是交通部 聽起來比較像是交通部 對 會去這樣子做 那需要這樣做的話 它不能夠用要點定制 它一定要用法律定制 就是說 因為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或商業等級法第五條第一項 講的都是說 依法律 或者法律授權之命令 那它要創造出這樣一種准入條件來嘛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確實你們找立法員是對的 因為它最後一定要在立法員通過 至少它要通過一個 把你這個納入現有的別的 像你剛剛講的不動產 或者是金融 或者類似這樣子的 類似的法體系裡面 就是你必須要把汽車 特別當作一個動產的一個 建價的一個專業 你要寫進某一步法裡 那這個時候 交通部會配合這些步法 去訂一個要點 或訂一個命令 然後商業司 在拿交通部的這個要點 或這個命令 去說 好 那你現在一定要取得這個證照 你才能開這種事務所 或者說你要成立這個證照 才能去做 那商業司當然它還會去建立一些 像自律規範嘛 像會計師對於廣告 或者律師對於怎麼樣接案 職業公會等等 那一個行業 自己要證明說 我有一定的自律能力 那這樣商業司 就不多做要求 那反正你自律就是了 所以它的因果鏈是這樣 對 所以你還是要先有一個 就是法律這邊的一個hook 你要可以掛上去一個東西 我剛剛快速看了一下 好像沒有很簡單的掛上去的地方 對 就等於是說你必須要 要嘛要有一個新的法 要嘛你就是要找一個既有的法掛上去 但是我剛剛一下子沒有看到有既有的法可以掛 所以這個倒是真的可以去問立委 就是如果你現在看在交通委員會裡面的立委 然後有某個人可能對這件事情比較有興趣 那他的助理就會有對這方面有研究 他就會告訴你說是掛一個現有的法 或者是一個新的法是哪一個比較可行 那這個時候交通部才有意義 因為從交通部的角度來看 如果沒有法的話 我就不開始談 對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 那對於立委來講 當然他們關心的兩件事嘛 如果他是分區立委 他會關心說他做了這件事之後 他會有多少票 他下一次或他推薦的人 會不會因為做了這件事情就很棒這樣子 那對不分區立委來講 他會想說這件事對他整個黨 的民生會不會有很好的影響 因為不分區立委他是黨提名的 對 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對 所以你們自己想一下說 如果這件事被很良好的解決 他是對台灣的某一區的人特別好 就是說 他比如說你們的健將事都分佈在某一個地方 那這樣你就應該去找 在交委會裡面的這個地方的區域立委 對 那如果你們覺得說沒有這對全國都一樣好 那可以去找部分區的立委 對 所以這個是Lobby的一個方法 那甚至有的時候 同樣的做法 如果你知道某一個區特別會受惠的話 你甚至從那個地方的市議員 開始來討論 因為有時候地方藉由自治條例 他也可以說 在我這邊發生的糾紛 或在我這邊發生的就是 就是交易 那我們會建議去取得某某徵兆 那這個時候很多時候是地方政府可以先行 但是 對 那但是 這個同樣的你要證明給這個議員看說 這對他的那一區的選民有好處 對不對 或是對市場的連任有好處 對 那所以 就是這個題目 因為我不是非常了解 他在台灣區域性的這個分佈怎麼樣 那按照區域性的分佈不同 你就會有不同的進入 但是還是要從代議政治這邊出來 然後交通部這邊才配合辦理 然後商業市再配合交通部辦理 大概是這個順序 那請問 像汽車履歷這一塊 對 汽車履歷 汽車履歷 它在國外好像也是有政府規定 就是 呃 你這個 保險公司這邊的一些資料是可以 是可以share出來 然後 所以才會有 我剛剛 有給您看的這個Carfix 然後 還有AutoCheck這樣的公司 Carfix它好像是 不是政府的 對 它不是政府 他們都是全部都是民間的 對 全部都是民間的 對 所以不過我剛剛意思是說 他的那個紀錄也是存在他自己 資料公司 好像 好像不是 是 整合了保險公司那邊的出現 他也有整合監理所 也有整合監理所 然後保險公司 對 然後他會再從民間的其他銀行 各方面再去撈這些資料 對 所以你就不需要看實車 你可以 可能一大部分都可以去整合這些 對 實際的東西來做 對 對 那為什麼他不能在台灣營業呢 他還沒進台灣 OK 那當然我們本來的想法也是 我們直接過去找Carfix 對 直接說 你可以幫他接資料 對 幫他串接資料 那可是還有另外一點是 我們畢竟不是只是在 解決 國外的雙B的車進來 台灣的問題 我最早以前提示做的就是 整個台灣的車子 台灣的車子都在做 所以台灣也是滿缺這一塊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像現在東南亞的車市起來 對 我們也希望 我們能夠把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汽車履歷 或者是 你說這個 汽車的整個的這個 讓這個買賣經驗更好 對 跟著政府來講 這次已經到 理解 已經到東南亞去 那這個 汽車履歷的部分 我們就是 所有車商 還有所有這些汽車的 社會公司 都知道說 這個一定要做 那當然就是 沒有人要做 那 科技公司 他不會跳下來做 因為他不懂汽車 這個事實 那汽車公司 基本上 很少也有汽車公司 像我們這樣子的team 就是我們有 剛好 有技術的團隊 對 然後一邊是 做很久的 這就是懂 knowledge 我們在講這一塊 是不是 台灣人這邊 你能夠 以您在這個 政治 政府這邊的角度 這個要怎麼樣來 發出 我們真的 真的通常 都是看到 就是本土這邊的生態系 是看到國外 有一個成型的生態系 然後它跟國內 開始有接頭了 這樣子 我們這邊的危機 實際會出現 所以 像當時Uber就是這樣 就是說Uber的出現 我覺得當然有一些震盪嘛 但是最後它現在是合法的 但是台灣這邊的相應的東西 也都出來了 你現在透過台灣大車隊 或其他車隊 你也可以叫到 不是黃色的車 它也開始有分眾的這個服務嘛 服務品質整體來叫做變好 那甚至最近幾個月開始 Uber都叫得到計程車了 所以就是說 他們變成一個 互利共生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一開始 不是有Uber進來的話 你說你要完全靠台灣的生態系 演化出Uber來 這個就不是很實際 對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說 這件事情在別的地方 有成功的機會的話 很難說你在整個生態系裡面的 每一個利益關係的人 都預先願意 commit 對 因為這個是所謂coordination problem 你除非每個人都做一些事 不然它不會升級 對 那但是第一個做的人 就要承受全部的風險 所以你原來想第一個動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這個形狀 對 那其實你說要交通部或誰 其實交通部在這方面 公信力也沒有非常高 就是說 你要他現在弄一個履歷服務 然後要所有人來加盟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之前他們也有想要推薦 國內的這些計程車 去跟國內的APP的使用者 對不起的開發者對接嘛 然後做出所謂台版Uber 那但是事實上就是他的那個 User Base會行銷的那個能力 交通部的行銷能力也沒有特別好 也許辦公局好一點 對 但是就即使是他們這樣子做媒合 我們看到最後還是說 大家在Uber或者是其他的這種外商 先有一些第一手經驗 拿這些第一手經驗回來刺激國內的產業 這個是比較容易去發展的 那你要我們的公部門說 我要創新 其實有的時候做得到 然後比如說在我們網路繳稅這些 當然做得很好 可是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政府是最大的利益關係人 什麼時候稅跟我們差很多 對 對 那但是如果從很多角度來看 如果他是第三方 那他即使是願意出來媒合或中介 他的這個力道真的沒有我們放一隻 鰻魚還是鰻魚 進來來的好 對 所以我的建議真的是說 不管你是當 reseller 或者是你當這個partner 或者是 其實你在 supply chain 裡面 你有很多角色可以做 我剛剛聽起來是 你們其實 其實從頭到尾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先引入一些現有的生態系過來 即使是從雙臂開始 或從什麼開始 那我覺得都會刺激 就是旁邊別的player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我來當龍頭 或者是說交通部幫你剪個菜 不一定要用 我說真的 有道理 有道理 那我們七月這趟過去的時候 就領carfax或是autocham 直接談合作 直接談合作 對 因為我們過去其實有做 就是像整個產險的那個通報 其實它的系統就能完整 那個sister也是我們做的 就簡單講 你去機場保一個旅瓶鞋 如果你馬上再到下一個櫃檯 你要再保一個高額的旅瓶鞋 馬上那個櫃檯就會跟你講 先生你剛剛才保 對 對 像這樣一個通報制度 其實它本身其實 你說一定有法源的依據嗎 其實它並不完全 就是一般商業行為 它其實是一個商業行為 它就是各 因為藉由產險公會 約束各會員公司之間 做了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 大概也是會先從 對 我覺得先從 先從實際的從業者 讓大家看到說 就是你看國外有這一套 大家加盟的話 至少沒壞處 那這個我覺得大家戒行就會減低 那如果現在是政府推 那大家第一個問的就是說 那我first mover 我到底有什麼優勢 那可能又沒有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不願意當 主要是這個差別 那像我們在推動這樣的 這個新創的時候 我上次有聽您大約有講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講到這個新創 我們可以拿怎麼樣證明的 有非常多資源 那像我們這樣的 就您建議我們要走 哪邊的會比較適合我們 這個題目 不過也要看你們需要的資金的程度 就是說如果只是 好比方說百萬等級的話 那最多到千萬的話 那目前像郭發天使創投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他們會幫你去找Angel 然後他們自己也不會拿 超過20%的部分 對你們的經營權 不會有什麼妨礙 對而且現在新推出的program 甚至現在還沒有那麼多 那這個就是比 我first up 可能是這個 那往上的話 那當然在經濟部有 有架創嘛 那是 對不起 科技部有架創 經濟部有A plus 那但這個都是更高的 對 那當然你如果要到幾十億的那個 還有台山 所以其實我們有整個 chain 那如果你現在 就是我們有個網址嘛 就是我們新創原夢網 對 那其實就是這個 新創原夢網 對那一方面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找資金 那這個找資金它就是包含 就是有借有關跟借錢有關的 這兩個部分 大概都會在這上面去有一個盤點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政府自己剛好也要做類似的事情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找到 所謂的政府的這個 政府的資源 就是社會創新的政府資源 那所以政府政府資源 是說你要把這個Purpose做成 你要解決社會問題 那這是一個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所謂社會創新 那但是產業創新就是說 你會帶動剛剛講 整個產業去革新嘛 那這一部分 那你按照資金的話 這邊是有非常多 就是所謂的創業資金快速依賴 那在這邊是各種不同的量級 大概都有相關的資源可以使用 那如果有需要更進一步諮詢的話 專門是在就是資金的生態圈的部分 對面有一個就是新創基地 那他們一直都有諮詢人員 可以去很detail的看你們的公司機關 這些東西 對 就多使用 對真的 多利用 不用預約就直接可以走進去 你現在可以進去 如果剛好他們等人在忙的話 你就可以預約時間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 這個一直都在啦 所以是來手使用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 我們從大學時候就是做那個pump 對 我們那時候就認為 這個pdae一定會整個手機 對 就使用了這樣 當然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我從以前到現在做生意 就是傻傻了 就是 我這邊賺的錢 那邊賺的錢 全部拿過來少 那因為自己做 自己承擔 那也沒有什麼壓力 那只是後來做到 MAKE COMMENT SHIN 做到一個段落 做了之後 結果我們的所有東西都被鼓掌砍掉了 對 那這一次在做COPPO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不行 我不能再自己這樣子 搞不好 又走不到最後 然後又不行 所以我現在有在想怎麼樣 因為我聽其他的這一些 新創界的朋友都講說 跟政府隨便 政府有很多的志願 可以 那基本上 政府不大會介入經驗 不會啊 這是最好的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 多國營事業 我現在國營事業 已經夠多了 所以 因為特地我們去外面找 這個 其他的 這個 不論是創投 或是什麼 都還來的 因為畢竟 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產業 真的 我不曉得了這個 通緣念某 不二手車的經驗 進去 他其實就是泡廠 然後連記帳 都沒流電 完全 就是一個 所有的產業 都已經upgrade 比較到那裡 很適合 disrupt 對 那現在這個產業 其實 然後全 他的這個產業在賣 在買賣 在實際上運作的 就是家庭 一千 一千 爸爸媽媽 是早期創業 然後後來兒女 長大了之後 就全家回來幫忙 是 然後就是全家就在這邊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任何一間車行 他們所押的資金 都是上千萬 大間車行 都是商務 一間商務的公司 對 也不過如此 那可是全家庵有 五萬間的車行 那大間的 至少也有五千間 對 那等於這五千間 假設我們來做 Ditch Transformation 那對台灣整個產業 我相信是 足夠一點點的 我同意 我同意 我們也是很希望 能夠有政府的支持 我們來把這一塊做好 而且做好防禦 不然我們美國 沒做好防禦 就會繞得更 台灣其實是PC 是因為PC用已經夠強了 是 不然的話 Shopee 一進來 慢慢 又一個產業 被附資 我們也是希望 我們能夠構思 這個 汽車這個產業 二車車這個產業 那 無論將來是陸資 或是其他國家 打進來 我們也是自己 一方可以 甚至我們可以 就是Global 出國比賽 就是放出台灣 那代表台灣 完全打不及賽 那這一個部分 也希望這個 因為今天我們 很榮幸來到這邊 對 很高興可以幫忙 沒有其他的政府 我們會認為說 是 這樣做起來 對 那也希望桃園能夠 如果有這樣的一些 Information的話 對 也可以跟我們講到 對 我想就是說 就是 中小企業處 本來就是在 幫大家做這些 諮詢的事情 那其實對面這個基地 也是中小企業處 在經營的 對 所以中企業處 它的工作就是 在陪大家講這些 但是 當然中企業處 本身的資金 並不是非常多 所以它當然後面 還有各種不同的計畫 光是經濟部 自己 從小規模的 就有SBIR SIR STIR 三支 那當你到技術處 什麼A plus 那就更多 而這還只是經濟部裡面 那到後面 當然有國發會的 各種不同的資金 然後科技部 現在在做 就是價值創造 這些計畫 它們也有很多 就是只要你們能夠 把一些大學裡面的 一些研究 跟你們的工作整合 那科技部那邊 也有非常多的計畫 所以不管科技部 國發會 或成績部 我覺得現在是慢慢 它們有一個分工了 那當然最外面 還有一個台山的 或是最大的 那就是 所謂的國家型 投資公司 所以我跟你說 不管你講到哪個階段 我想中西處 還是是一個創統 那它可以幫你 幫你介紹到正確的人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多聯絡 東西出 那它們實體的人 最新鎮定就在這邊 所以就有空可以 其實也 之前有另外一個想法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虛擬的 這個是平台 好 那其實你的車子這麼多 嗯 像國外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不是 Vivin 呃 Can Canva Canva Canva它現在在做的一個 是很有趣的 對 Canva它是做 拍賣 可是它開賣就是 類似現在 有很多這個夜市 它是 每個禮拜一次 嗯哼 甚至是一個月兩次 嗯哼 然後它的夜市 大家就知道這個夜市 是 是 這個禮拜 這禮拜期來 然後大家就跟我們過去 Canva它做的是 拍賣煤盒 它一個月 做了兩次 OK 然後它也要有一個場地 然後就讓 要買車 要賣車的人 直接在這邊 然後它提供所有的見價 然後 鑑定 還有煤盒 然後還有 履約保證 什麼 什麼拼呢 Canva C-A-R 呃 N-E-V-A 沒有 OK 就是等於Carnival 但是把癌換成1 就是了 OK 嗯 是 我覺得 所以像這個 它是在哪些地方 它只有在美國 只有在美國 OK 沒有 但是沒關係 我希望能夠了解的是 因為政府 其實政府很多的 講白講很多文字管 當然 那很多空閒的地 像我剛剛 我第一次來工作 哇天啊 怎麼打 一個地 如果有這樣的地 我也來做 類似看啊 這樣的 媒合的話 那 因為時間我也不用長 可是我有一個 空地 那就直接來 這個產業 所以 車商存不存在 就不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 對 就變成有一個叫公平教育中心 我們之前是想做公平教育中心 那就是 車商這個行業 我剛剛講 任何一間車商都壓幾千萬 甚至上億的資金 對 非常 非常 不是說stupid 非常傳統 的一個行業 假設 有一個場地 有一個場地 大家就開過來 對 你要賣的 你就來看 那大家都沒損失 對 可是要有一個講話 對 不可能是我們這種 小企業去買那個地 對 那如果說 政府有這樣的地 一般 政府相當閒置的這種 的 這種空間的資訊 是要去哪邊找 是 呃 當然一方面就是說工程會 它有一個 列管閒置公共設施 的這樣一個平台 列管閒置公共設施 然後 你可以直接去工程會的網站上面就會看到 那不過它並不是 呃 終結啊 它只是把它列出來 那最後你還是要去 呃 國有財產局 或者是退伏會 或者反正它 那個本來主人是誰就是誰了 它就是去呃 呃 列出 它目前閒置的原因 它為什麼還沒有活化 然後 以及就是 你要 你要 呃 如果要用的話 你要接觸誰 那所以最後還是得去 一個一個打電話 我們目前實際的狀況是這樣子 對 那但是 如果活化閒置公共設施 這件事情 呃 就是是你們感興趣的 其實各個地方政府 他們會有一個 呃 就是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的一個 督導會議 那它在那一個縣市裡面 可能還有更 更多的就是 會記錄等等可以去看 所以我想一方面是縣市政府 一方面是工程會 那工程會是大的 你先從工程會拿到那個 列表 拿到那個列表 然後你知道它有哪個縣市 然後你再去跟那個縣市去 進一步的去談合作 那這是比較容易 那當然如果你們是要 只有在假日或者一些特定的時候 使用 就你們不是從頭到尾都要用 對 那這是比較容易談的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活動 去做一個 一個市集 或者一個 一個什麼農博會啊 什麼文博會啊 這些東西 可能廁博會啊 這之類的這種東西 那你就是用一個活動 策展人的角度去跟 大部分是進發局 呃 去談 就那個縣市政府的進發局去談 金 經濟發展局 對 那如果是呃 你要持續的使用的話 那你還是要跟那個地主談 所以這是兩件不同 一個是辦活動 一個是你要常租啦 那當然通常你成功辦一兩次活動 你租的下載機率也比較高 對 所以這兩個也是可以起托並進的 那真的是太棒了 活化形式 對 活化形式公共設施 這個是有一個專門的 就是網站可以去看 這樣子 謝謝 平常是去哪問人 我們平常問不到 這個今天是 如果想說真的 試試看 看能不能 了解 了解到這 不然這些都是 都是已經 股化已經很成功的一些solution 對 那我們也想做 只是我們沒這個資源 對 而且我們知道怎麼做 可是這些資源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租 不要說多啦 嗯 一兩千名的土地 你看我們要花多少錢 對 那個成本就 這個背後 對啊 那這個我們 這也是跟政府體計劃嗎 還是 不一定 就是說 只是要看你們要怎麼用 就是說 這個明錄在這邊 你可以拍一下 就是 它叫閒置公共設施通報及公告平台 然後 呃 每一個縣市政府 會有自己的不同的 呃 使用的原則 那 每一個地主 就是各機關 也會有各自不同的 運用的原則 所以 呃 其實這個你就是 在這個網站上面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說 呃 嗯 就是 他們多 多active 簡單講是這樣子 對 那 你有這個基本的概念之後 你就知道說這個 這個地主 這個機關 他比較感興趣的是什麼東西 嗯 然後你再去跟那個機關談 這是如果你要長期利用 嗯 但如果只是短期 只是要辦活動 然後你要利用這個地方的話 請就打電話給陳百仁 然後再跟那個縣市的警察去 好的合作 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太好了 那這樣 謝謝 謝謝 那像 再 不好意思 欸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像我們現在 呃 我們的這個business model 我們知道政府 有很多跟個外對接 對 我們像 去年我是自己啊 嗯 我自己要一些朋友 然後我們去戲服對接 那像政府這種 我知道政府好像也有在 有 這樣對接 對 那像這種對接的話 我們是要怎麼樣 來參與嗎 還是說 有什麼樣的一個 好像是因為我 不過這是要看 你是要國外的人 國外的資金 還是國外的職業的做 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都要 對 都要 好 對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當然 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一塊 是推動國內的 但是其實我們還有 這個 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發展成 一個 那過去所謂的 所有的 汽車交易 基本上都是在境內 都在border OK 那 目前全世界還沒有一個 所謂的borderless 的 的一個 所以 OK 那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你們到亞系 就是亞洲聯繫系股 ASVDA 點ORG 然後它有一個創業資源嘛 對 然後你按照資金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大堆 加速器跟創投 那這邊的好處是說 嗯 就是 如果你現在進入一個 比如說科技部的產學平台 或者是 嗯 這個 台灣創新商業中心 或者是 AppWorks 或者光明錠 反正這上面有嘛 這就是 一堆嘛 對 對 那就看 那就看你跟誰比較合得來 然後 你就去找他 對 對 對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還有這個 這個是創投 我們剛剛在講的都是政府補助的方面 這個是真的非常多的 然後 那 這些創投當然是 你的題目必須要跟他 這一期正在做的題目比較 比較work的 但是當然你們 你們又 又是 就是 又是電子平台 又是區塊鏈 又是O2O這個 應該是很容易進入 不管是哪一個創投的 的看法裡面啦 那你進去之後 這是我們政府的角度來想 中央這種對西谷的連結 就是亞西的西谷辦公室 是在國內是直接對 國內的創投 跟加速器 在西谷也是直接對西谷的創投跟加速器 所以我們是靠著雙方進入加速器 國創投的這些團隊 是透過上面這個去對接 我們比較少直接對 推定的團隊 那個也有 但是那個就是 好比像說 跟國家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像綠囊啊 那個當然是有的 對 但如果主要還是在初創階段的話 我們是靠整個加速器一整對 跟那邊一整對 直接對接 所以我們要先加入這個 對 我覺得先 至少先聯繫一下加速器 然後去看一下說 他們對你們的題目感不感興趣 以及這個題目 他們覺得有哪些你們可以合作的對象 那當然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裡面是政府經營 會用的是國家的資金 至少它不會對你的經營權有什麼影響 對 那但是即使對經營權有影響 也不一定是壞事啊 因為你剛剛講的 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business model 所以就是說 你不管是 大家開一個車去廣場 做這個東西 或者是騎車履歷 或者是在線上的去做媒合 這些說不定是未來不同的事業題 所以你把這些idea 看創投感興趣的某一個方向 或加速器感興趣的方向 你就專門做這個 即使是這個 你跟策略聯盟一起做 或甚至像我剛剛講的 你跟carfax 根本就變成它的dealer 那也沒有關係 你別的題目還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所以就不一定是說 你整包都不能放出去 對 但你中間那個價值主張 當然還是保持 尤其branding 保持在你們手上 這樣就可以 對啊 這就是我剛剛所講公平教育 其實蠻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 只是把汽車 房屋仲介這一塊 然後把它做過來 那這個 我大概給你們多說 是 你大概講一下 這個其實我carfax 其實是解決 進車的問題 那 因為 呃 我其實還有在銷售 那所以我 我們也有做另外一個東西 例如說 Focus 所以我也想請教一下 你對Focus 你自己的研發能夠難得 這樣子 大師在幫忙看 我其實 我自己在銷售中 我都是 就其實現在都是 社群行銷 我就在FB LINE 我也新的經常買 那我的車子 本來在FB賣 除了是在我自己的兩個帳號 你知道嗎 FB有社團 我有加入快200個 嗯 汽車型的社團 可是我的車子要PO上去 我不可能這邊PO200次 然後這邊再PO PO200多次 尤其 他FB的社團 是我PO完了之後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 我不曉得能夠PO 對 所以我就請 我同事他們寫了一個叫 O-POST 我直接在 我這邊就可以定時電量 譬如說 昨天就可以設定到今天下午 三天的時候 在每個地方都PO出來 在每個地方都PO出來 還可以再REPEAT 就是變成是帶狀 那這個東西 我現在在實際上面內部 還在做測試 嗯 那只是 我們也在想 那這個我研發出來之後 嗯 就這樣 就只是一個工具 還是 能夠有 怎麼樣的一個 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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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法 能夠讓這個東西 能夠再 再推展出去 或者是在 在 在 上面 就是 那 它好像會變成是 Landing Page 對 就是它PO出來會變這樣子 除了Landing Page之外 還會自動產生EDN 所以這是 我們自己 自己認為好像不錯 可是你說真的 嗯 真的 它能夠變一個平台嗎 嗯 還是 就是它會變這樣子 我現在的 我假設要傳 假設要傳十台車給你 那我也提好了 對 一台車要二十張照片 對 那我就要傳兩百張照片 對 那就瘋掉洗盤 所以譬如我們現在變成 用Oppos了之後 一台車就變成一個Landing Page 然後上面就是抬頭 這邊是秒數 然後下面就是它的照片 嗯 那我傳給別人就很方便 那甚至房屋也可以 因為我的朋友在做房屋中間 他就說 Oppos也可以用房屋 然後甚至我朋友要整婚也 也跟我這樣 對 詐騙給我可以幫他整婚 OK 然後它會產生EDN EDN就是 剛剛的抬頭 就會在 就會在第一張 就會就會在最上面 才會變成這種產生 從前面這邊 然後下面是前四張照片 然後描出來的連絡房子 嗯嗯 這樣這個我還能夠 你在做什麼嗎 還是 不過這個市場非常飽和欸 就是說 你如果以國際上來講 不管什麼EveryPost啊 什麼Buffer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這個好像叫做什麼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S&M 這個是一個非常飽和的東西 所以 你要有很Unique的 Value Proposition 目前幾個嘛 一個是說 有一些是說 在你自動產生EDN的 那個情況下 它可以幫你做分析 就是說它可以做A-B Testing 它產生好幾個版本 看大家的互動率 然後慢慢幫你把它做得更好 那甚至引入人工智慧的話 連版型啊 排版什麼的 它都可以幫你去做測試 這個是還算熱的一個研究題目 可是 這個題目 就是大家都可以解到80分 然後90分就非常困難 所以 這個其實就是 到某個程度上 你的技術要求會非常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精準投放 就是說 你現在PO都還是 只是PO嘛 那但是你沒有下廣告 那精準投放是說 你看這個東西的內容 給你的受眾 然後你知道在哪裡 下一點點廣告費 就會差很多 那這個當然 這個就很賺 那在台灣APIER就是做這個的 事實上 做精準投放也非常多 可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 你也要攒非常多的技術能力 才能夠把精準投放做到差不多好 對 那所以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就是說 等於全部都做到60分 這個並不難 我自己那一個業務這樣用 真的並不難 對 所以 同樣的道理 你如果你要用訂閱的方式 或你用其他方式 讓一些完全沒有 技術開發能力的人來用 這個我想 每個月付一些月費 這個大家都很願意 那這個你就跟別的就是 任何SMM都沒有兩樣 那所以這個就是 commodity commodity 這一層 至少你回收一些開發費用 我覺得這個不是大問題 對 但是你要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要投資人投一個題目 你就要在剛剛的這幾個點裡面 有一個技術上的differentiator 那這個真的不容易 真的能看蠻高的 對 這也是 我自己 他發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用我是覺得很好用 對 然後我就跟我的同事 因為他們都是RD 對對對 他們講說 那我們這樣一步一步 他們也是把我擋下來 對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跟你講 就是說 對 因為這個 太過程太好了 要做到 就像 對 要做到80分以上 就 而且這個主要是說 他沒有任何黏著性 只要你有新的solution來 他的engagement rate 比你好一點 他馬上就切過去 對 他絕對不會對這個有忠誠度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發揮 所謂never effect 那一個沒有never effect的東西 不管你是內部 還是外部的 他本來就是一個公學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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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這個 好好的 把它卡破死吧 對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產業升級 對對對 產業升級 這個絕對是 嗯 我覺得委員剛剛講得非常棒 就是說 其實我們自己先做升級 然後我們自己先 做給大家看 對對對 那政府只要不要擋你們路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法規做什麼情況下 覺得 欸政府現有的東西擋了門路 那我們再隨時來討論 這個我們可以做法規調適 這沒有問題 了解 這也是中興處理業務 他們也有一個網站做這個 叫sandbox.org.tw sandbox 就是沙盒 就是沙盒 對就是沙盒 所以如果任何時候 你覺得現有的法規 好像有一點規則低代 或者是 你們被現有的法規擋住 那你就去sandbox.org.tw 他們也會有一些人 sandbox sandbox 因為區塊鏈 區塊鏈很需要 點org.tw 對 連名字都取得非常簡單 對對對 sandbox 那像這個 然後你在看這麼多的 這些 這些新的business 對 有類似 在做類似這樣的事情嗎 在別的領域當然很多啊 就是說本來是Moment Pop Shop 然後 透過平台去 去整合建立新的 像最近長照的時間銀行 就是一個很像的一個體驗 因為它也有一定的轉入門檻 你要成為照服員也不容易 但是成為之後 它也沒有一個業界 好像讓你更specialize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工作本身的那個想像 就比較受限 然後也有很多照服員他取得資格之後 他也因為家裡的關係 他也沒有辦法一直去做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會希望找到一個媒合 那所以像 有一個叫YO照顧的 他就是說 有點像Uber 或照顧員 那你需要有人陪你長輩去看診 那他可能是三個小時的工作 他也不是一整天 也不是月租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需要 有一個中間有公信力的一個平台 告訴你說 因為這畢竟是把家人交給他 你當然不希望說 一個隨便路上的誰去做 所以這個中間的人 他當然不是顧家師 但是實際上蠻類似的 就是有公信力的 評鑑單位 評鑑單位 這個就變得很重要 然後他就要跟地區的NGO合作 同樣他們也在想就是上鏈 然後至少把這個工作 能夠在一太坊裡面去呈現給每一方去看 就不會好像是他們壟斷全部的資訊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就可以建立一個比較升級的 大家彼此互相照顧 有時候老人也可以照顧小孩 他不一定都是照顧老人嘛 對一個互相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想任何就是本來是靠口而相傳的這個行業 大概都可以升級到用平台經濟的方法來做事 那我們在行政院基本上就有一個平台經濟法規調適原則 那我們不會去擋大家的路 那大家在過程裡面如果像服務提供者 或者是平台中間有一些糾紛啊 或有一些權力無不確定的地方啊 這個我們都會幫忙的一切 我們就是負責這個運動廠啦 那大家要做什麼運動呢 是大家的事情這樣子 好 要緊張一下 那就如果說我們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還是E-mail 對 沒問題啊 E-mail也可以 那如果是需要面對面的諮商的話 真的對面那個新創集體的資源盡量使用 你們有類似那種工作號子 Line的工作號 沒有耶 非常沒有在用 E-mail就可以了 好 那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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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另外 其實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一些新的東西的開發 對 我們要開發另外的東西 是 我想跟這個委員你也可以使用看看 沒有問題 我們之前做的一個光束白牙膏 沒有牙膏 OK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東西啊 就是 你 你去這個 看牙醫 看牙醫 它不是有一個光會幫你照嗎 那就是 美齒燈嘛 對 就是美齒燈 那我們坐在牙膏上面 然後這個是 美白橡皮擦 這也是有 因為 我為了要 燒品牌 所以我還是要做一些能夠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那我是想說 這也是我們自己 家裡面的這個開發 那這都是鑽 鑽幾隻嗎 那理解 那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都可以用得到 它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海綿擺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 魔術海綿 它是人體 測試是 然後就是 直接這樣子 就可以 牙絲美白 那我這邊 也請 這個 這個 我也試用看看 對 謝謝 那如果 好用的話 我再多拿一些 也來給你們 不需要 因為我不曉得今天還有其他 謝謝 我到時候再 再過來 那這個東西是 我相信是 現在是在 所有的大賣場都熱賣 虛城市啊 什麼之前的沙沙 什麼 然後 女人我最大也在推薦 這些明星都在用 所以都很好用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